浊西乡部落周边紧邻着山区 向来是布农族人从事农耕 碎石狩猎重要区域 为了预防避免当地的居民 和平邻物种台湾黑熊 产生人雄冲突 林务局委托了野生环境生态顾问公司 9月25号在浊西乡太平 浊乐浊西三个部落 要连续举办五个场次 人雄冲突的防治系列讲座 浊西乡部落周遭 紧邻山区向来是布农族人从事农耕 碎石狩猎重要区域 为了预防避免当地居民 与兵临物种台湾黑熊产生人雄冲突 林务局委托野生环境生态顾问公司 9月25号起在浊西乡太平 浊乐浊西三个部落连办五场 人雄冲突防治系列的座谈会 那因为这几年开始 就是有一些熊下来布农的一些情况出现 那因为熊目前也是 那我们希望在 可以让部落族人一边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那又不要让熊跟熊产生冲突 研究员表示 人熊冲突除了有可能会危及 人类生命以及财产损失之外 更会导致人们对熊产生负面态度 甚至采取报复行为 这都会妨碍暴育的成效 我们就是先跟部落的居民来讲说 熊的一些生活习性是怎么样的 那如果熊下的部落 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预防 我们人熊冲突的发生 那我们能够跟熊可以一起共存在这个 这个环境里面 有效并且成员管理人熊冲突的方法 以及工具需要整合人和熊的需求以及行为 以及处理造成人熊冲突的来源 合一的专业经营管理以及教育宣导 强化当地民众或游客在有熊活动的行为管理 是人熊共生的关键 去这高雄雄卓西乡采访报道